你不是垃圾车,不需要什么垃圾都接,以前是小白的时候,什么都接,每天都感觉累死累活的,当时没人跟我说,我其实有选择的权利和技巧的,大家都说,我应该这样那样,我这儿不对,那儿不好的,进而控制我的行为来为他们办事,问题在哪? 我没有觉察到自己沾了一卡车别人的责任,别人的情绪,别人的想法和永无止境的义务,永远在等待我,以前自己都觉得这样说,很绝情,后来上心理学的课才知道,你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内在有负面或抱怨的情绪,就是假的帮助者,累死自己,然后天天生活得很累,很受害, 有了这些认知,慢慢就可以从假好人里走出来,我把我的自我原则分享出来,你合用,可以收着,不合用,就路过,没有绝对的对和错 一,清楚自己的工作范围,范围以外的,想帮忙就做,不想帮忙,就找借口推掉,自己的事都干不完了,加上这世界的工作范围是一年年加大加宽的, 多数人加薪水的速度,比不过工作量和工作责任的,在自己的工作中,做到极致,做到脱颖而出,才是自己真正的成长和责任 二,工作上的社交,自己考量去不去,思路都是先从利益出发 为什么?因为我看过很多人卸下名片上的职位后,就人走茶凉了 今天别人对你的奉承,都是因为你背后的平台或资源或某些利益关联的原因 三,小心天天跟你诉苦的领导或同事,他在PUA你,让你同情他,让你帮助他完成更多他的KPI 也有可能就是搞办公室政治,让你站他的边,帮他说话 这种同事的话听了就当耳边疯,真的不用太在意 别让这些是是非非上你的车,天天载着这些有的没的,好友 来谈是非者,必是是非人 这世界所有的是非几乎都是片面之词 四,不要去接别人的负面情绪 可以去理解,也可以有同理心 但是不要粘连,也不要对负面情绪回应 回应就是接了,逃避防卫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接了 没接的话,逃什么呢?能帮就帮,不能帮就放下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挑战和要面对的问题 有的人就是情绪勒索别人 把自己的问题都转移出来,自己永远是受害者 人的一生很短,每个人都有自己生命的轨道 轨道上挤满了人 生命别说顺流,要往前都是没办法的 有想过这些问题吗? 有想过自己的生命要活成什么样子吗? 一天就24个小时,8小时睡觉,8小时工作 剩下的没多少时间了 尽量去做让自己能够心灵成长 财富成长,能力成长的是 安排时间去陪伴生命中对自己很重要的人 还有就是安排时间给自己才是人间值得 时间是世界上最贵最有价值的资源 父母的时间还有多少? 孩子长大了就有他们自己的生活 陪他成长的时间也没有很多 阿凯有感而发 如果你也走过类似的路 就知道我发这牢骚 是希望别人少走冤枉路 虽然有的路就是要走过 才会领悟 我要希望你能提早觉知 点赞、关注 你就能经常刷到我的思维成长分享 哪怕就说了一句能启发你的话 我也很开心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